Good morning guys 你知道我一直覺得男生女生約跑 或者是他們的body count是不一樣的 對我之前就有講過但是 原因跟出發點不太一樣 然後我之前講說不一樣怎麼怎麼樣 然後就很多反彈 啊你雙標啊你當男人啊你父權啊怎麼怎麼樣 我還是覺得不一樣 就算經過了這段時間我還是覺得這兩 男女雙方約炮這件事情 是完全不一樣一點 對只是我覺得 從一個不同的角度來看這件事情 對不要急著罵不要急著罵 要罵也可以只是 聽我講完你們在考慮怎麼樣 我今天就想聊聊這件事情 當然如果你們有不同的想法怎麼樣 你可以不同意我然後你可以講你的想法 就是你知道自古以來 我們先從這邊開始 我們現在都講大部分 自古以來 大部分的狀況下都是 男性 出去不管是 男性出去 狩獵 尋找物資 然後供養 供養家庭供養部落等等 然後男性去追尋 追尋性 然後去延伸自己的後代 發現自己的後代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從以前開始都是男性 想要去找找尋性 然後女性選擇要不要跟你這樣子 所以嚴格來說自古以來 女性都是性的決定者 這段性 這個做愛到底能不能做的決定者 自古以來是這樣子 在大部分情況下是這樣子 就你很少會看到女生 或者不管是以前還是現在 女生主動過來說 欸我想跟你做 你可不可以跟我做 啊啊啊幹 然後一直被拒絕 然後我要追求你 讓你跟我做這樣子 很少 很少 當然現在越來越多 我覺得這就是 一個蠻大的問題 就是 應該你看 怎麼講 我們講大部分情況下 男生要跟女生做愛 女生如果腿不張開來 如果女生說不要 那你就做不了了 女生是一個做愛的決定者 他決定這段這個愛這個性 到底能不能繼續下去 那從以前開始 從自古以來 我們男生就像 我前面之前有講過 我們為了男生為了這個性 為了得到這個性愛 為了得到做愛 他們會想盡一切辦法 不管是創造自己的價值 提升自己的地位 甚至有時候 有時候會做一些很嚴重 很抹滅人性的事情 因為 這是我們的天性啊 我們天性本身就是為了 繁衍為了延續而已 這是我們的本能 男性為了去繁衍 那本身他就是 對於性的執著會很大 那女性就是說 一般情況下 我們拋開那一些 呃 被 不然是被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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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類之類的 一般情況下 這個男生 如果來 跟這個女生 就是這男生如果說沒有 沒有什麼能力啊 或怎麼樣 或他社會地位很低 長相不出眾 然後也很 很落落什麼的 他是會有很 他的選擇是很少的 因為你要想 你要跟這個女生發生關係 他如果腳不打開來 或怎麼樣 你就是不行 女生的大腿就是一個 心愛的大門而已 他有決定權說 我要開門 我還是我要關門 所以這個把關很重要 也就是這個把關的重要性 或者是這個把關以前的嚴謹性 讓我們男生對於性的追求 這個價值是非常高的 你就想像把 你就想像成那個供需 供需法則好了 當這個東西 難度越高 可取性 越低的時候 稀缺性越高嘛對不對 稀缺性越高的時候 他的價值就很高 大家就會想盡辦法的 用盡一切的努力 去得到他 供需法則 那當這個性的條件 加 或者可取性 像現在社會 這麼的低的時候 他本身真的價值就是沒有那麼多 等於說 這個女生的下體 女生的大腿 這個門就是 隨便就會打開來了 你去一個 你說假設你今天買一棟 買到別墅或怎麼怎麼樣的 你們家的那個 電子鎖 隨隨便便 就一個路人 就可以把它打開來 你這個鎖真的是很沒有用啊 很不值錢 所以 我們需要一個很嚴謹的鎖 我們需要一個很有保障的鎖 這個概念我覺得很重要 因為 當然我現在不是說是男生錯 還是女生錯 我們現在講的是這個現在社會的這個狀況 因為我們兩方都有問題 那你看 以前這樣子一直都很好 就是 男生為了去獲得這個性的許可 獲得女生把腿打開的這個許可 他會不斷不斷的努力去提升自己 不管像以前 像以前 有時候是有 像中國會有武裝員 就是 你靠武力也好 你靠智力也好 或者你就靠征服也好 然後你的這些能力等等 然後我們 我們的人的本能 女性的本能就是 對於這種強大的 感覺有保護力的 然後基因好的 他就會很本能的被他吸引到 不管你是肉體上的強大 還是精神上的強大 這是給他一個本能很好判斷說 這個人的基因 這個人的精子在我身體裡面 我們產下的下一代 基因是會很好的 就我們 我們本人會去排除那些基因很爛的選擇 你知道嗎 身體又弱 精神又弱 然後長上也不好 對 我們很多時候 大部分時候我們會 被那種外貿所吸引 有很多一部分是因為 我們本人會去尋求良好的基因嗎 對不對 之前是這樣子 但你看到了現在的話 一部分是因為 後來的女權 現在台灣影響到 倒是沒有到很大 但是已經看得出來有一些了 那個美國那邊比較嚴重一點 那後來女權那些影響 當然 就是不是說每個女生都這樣子 那個還是算是相對少數的女生 但是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了 如果你 你會看到網路上有女生覺得 會把自己約炮拿出來炫耀 會把自己約炮 拿出來 當做一件很值得信心的事情 然後還會數給你聽 我這個禮拜可以調多少男人 你怎麼怎麼樣 當然這你的身體你的選擇 那是你的事情 只是這個行為會 研發出來一個狀況就是 像我剛剛講的 當性的索取性這麼低的時候 尤其是年輕的男生 他對於自己的這個努力的一個目標 一個追求的東西 就越來越 不需要了 以前 我為了得到一個女人 為了得到一個性 我必須把自己打造多麼的好 我必須不斷的提升自己 讓自己成為一個怎麼樣的人 讓自己 不管是事業 體格 精神方面 承擔力方面 責任感方面 都要做到越來越好 越來越好 我才有那個能力 打開這道門 打開這個新的門 那現在不用啊 現在這個大門 越來越多 女生就是 隨便就開 然後這時候就會有女生是說 啊是我的身體 我的自由 男女平等 就是 我再說一次 男女平等 這四個字真的很狗屁 你知道嗎 男女平等就是一個笑話 你知道嗎 我們可以要求一些基本的一些 機會跟權利的平等 但是 如果你以生物的角度來講 我們是非常不一樣的 你不能每個角度都說 喔這是平等 就嚴格來說 沒有平等這個東西 只能讓我們在社會的生存條件下 那個機會啊什麼什麼是相同的 而且現在很多狀況下 女性的機會跟權利比男生大很多耶 大家都說什麼 男男男生 目前社會裡男生的權利 還是比女生大 怎麼怎麼樣 啊對 大概全世界有一趴的男生 比我們所有人的權利都大 那剩下九十幾趴的人 就是這麼爛 你看到的那種 權利很大的 就是百分之一的人而已 大部分的男生都是垃圾而已啊 對不對 然後 誒我幹什麼 然後 像去年 他們去年統計大概 2022年 成年的年輕男生 有百分之三十是 無幸的 是沒有做愛的 這個跟大概 三四年前比 翻了三倍 差很多 那你又可能想說 誒剛才不是說 現在越來越容易了嗎 怎麼怎麼樣 對 越來越容易了 因為 不管是女生啊 女生越來越 越來越多人願意去 預約後的 對於自己的這個大腿 這道大門 越來越鬆懈等等 但是因為這樣 就像我剛剛講的 男生越來越不需要去努力了 他們不需要去爭取到 不需要提升自己的價值 去獲取這個心 所以一代一代一代的 或者一年一年一年的 越來越虛 越來越弱 那當你真的已經 爛到一個谷底的時候 當然沒有人會要你啊 對不對 雖然說 女生的性 性的開放啊 怎麼怎麼樣 對 跟以前比起來非常開放 約炮啊 怎麼怎麼樣 但是人家還是有選擇的 畢竟我們剛剛講的 人家是性的決定者 女生是性關係的決定者 他總不會跟一個 什麼五分以下 四分以下的男生發生關係吧 對不對 有啦 還是有啦 他自己分數也不高那種 當然會 但是大部分女生不會跟條件 那麼差的男生發生關係 就算他是亂約怎麼怎麼樣 因為人家有選擇 這是好像 我覺得男生女生約炮有點像這樣子 因為自古以來 男生就是一個追求性的東西 追求性的一個生物 然後女生是選擇 欸我要不要跟你發生關係 好就有點像是 獅子跟獵物你知道嗎 就今天獅子去捕獲這個獵物 他需要一直追啊 他需要去潛伏啊 需要怎麼樣 需要花費很大的努力 很多時間 OK我今天終於捕到一個獵物 結果今天反過來就是獵物到處就說 欸欸 我今天被幾隻獅子咬了 我今天被幾隻獅子吃掉了這樣子 就是 懂那個邏輯嗎 這個供需的點是不一樣的 當然我並不是說女性怎麼比較低 男性 男性什麼比較高什麼什麼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就是一個兩性就是一個 這是生態的問題 這是我們生物本能的問題 對啊 你有看過 你有看過母狗去 去跟公狗發情的嗎 對啊 我們上次看到母狗跟公狗發情是什麼時候 只有公狗對母狗吧 或者公狗對公狗 或者對我們 哈對我們主人哈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講都是多數狀況啊 那 這不是在怪女生 因為這是社會風氣帶帶出來的 我們只是 這個社會 這個社會下一個算是 傀儡嗎 但你要說大家無知 那也是他們自己的問題 也沒錯 所以嚴格來說大家都有錯 因為 社會的狀況是這樣子嗎 就像就像我跟 我今天跟你說 啊今天社會 他就是比方說 嗯 比方說基本 我們講基本薪資好了 我們講基本薪資 社會規定就是這樣子 你再怎麼抱怨 他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能做的就是在這個條件下 接受這個條件 接受這個現狀 然後看我們能做什麼 那現在的社會狀況就是這樣子 就是 兩性之間 尤其是女生性開放 然後約炮這件事情 這個風氣 這個風向影響到了我們很多很多 不管是影響到男生還是影響到女生 這個你要說雙標也好 要說怎麼樣也好 這就我 就像我剛剛講的 我們兩個就是一個 男女就是不一樣的生物啊 對不對 對不對 就今天 我們我們就這樣子講 這樣子講好了 大部分看一片之味是男生還是女生 男生嘛 對女生有少數 超級少超級少 大部分是男生嘛 那你說一個 一整天或者很常被性驅使的一個生物 跟一個 我要選擇要不要接受你性的一個生物 這個 我們的立場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你今天跟我說 女生 女生body count 或者女生約炮 跟男生是一模一樣的 怎麼可能 對不對 而且我們大家都知道 女生你張開大腿 有多少男生都會想上你 男生褲子脫下來 有多少警察會走出來 對不對 就是不一樣的 那我現在 我今天聊這個 不是去怪罪任何人 我只是想說現在這個 社會的一個現狀 其實對我們 現在已經影響很大了 如果繼續下去 會影響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對於我們的 所有的男生 尤其是年輕一輩男生的社會地位 年輕一輩男生的心理狀態 甚至 然後女生未來 比方說可能 呃現在年輕女生 不管對不對 現在年輕女生可能越來越亂 有人國小在越炮 靠北 對不對 那等他年紀到了一個點 比方說要準備成家了 活到30歲左右了 當他腦袋長好了之後 意識到 幹我以前這樣子 那我並不是說 這樣就沒有人要了 並不是說你以前有越炮 就沒有人要了 只是當然 會受影響 不論是南方看你的影響 還是你以後可能 你的心態轉變了 你變得比較成熟了 你看事情比較清楚了之後 你對自己的看法也會有影響 因為這個不是說 都是過去的事情 你知道嗎 這個不是說都是過去的事情 就算所有人都不知道 你以前的過去 你自己就會知道啊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把過去 吸收成為一個故事活下去的 大部分人是會被過去抓著的 對 所以 你看 現在這個 現在這個怎麼講 現在這個社會的這個風氣嗎 因為我必須說 不是每個女生都這麼的亂來 不是每個女生都這麼的 可以約炮啊 怎麼怎麼樣 多數的女生其實還是蠻 蠻保護自己 蠻對自己有要求的 蠻對自己的身體是有把控的 但是 那些性開放 那一些 把做愛當做一種娛樂 把約炮當做一種娛樂的女生 他的比例是越來越多了 尤其是年輕年輕那一輩的 這就是很可怕的地方 就像我講了 這是我們男生 你把我們男人想像成捕獵者 然後你想把 把女生想像成那個 獵物好了 雖然講起來有點難聽 但是 邏輯就是非常差不多 對不對 我們需要一直去想辦法 跟你發生關係 我今天獅子捕不到這隻鹿 這隻鹿跑太快了 那我要回家把身體練好一點嗎 對不對 然後跑得快一點點 然後體力要好一點點 怎麼怎麼樣 那結果這隻鹿經過說 我來讓你吃 怎麼怎麼樣 我們平等 你這靠北 我們平等 怎麼怎麼樣 這個邏輯懂吧 對不對 那相對的 像我前面講一集 現在年輕的男生 普遍是越來越 沒用了 講難聽的是沒有用 越來越鬧了 越來越廢了 尤其是 90後吧 就是民國90 民國 民國 是民國90嗎 靠北不是不是不是 那叫什麼 民國 喔對民國90年後的 80年底 90年後的 就現在的大學生那一批 甚至大 大學剛編那一批 越來越 越來越 沒用了 越來越 鬧 越來越 娘炮 越來越不像個男人 當然你想當gay 你想要當怎麼樣 那是你的事情 對但是如果你想當個男人 要很清楚一點就是 是你選擇要當一個 很masculine的男人 很陽剛的男人 還是你選擇要當一個 很陰柔的男人 如果這是你的選擇 那ok我當然尊重你 但 這是你的選擇 還是 是因為你做不到 你才只能這樣子 你沒得選擇 你懂我意思嗎 但現在很多人是 他沒得選擇 他沒有那個能力 沒有那個資格 去當一個 masculine的男人 他只能說服自己說 嗯我想要當一個 平靜的平和的柔弱的男人 這個只是騙自己而已 對不對 這只是騙自己 如果你有選擇 你選擇 ok我不想當那麼強強大的男人 我想當個一般的 普通通通的男人 ok那是你的選擇 對不對 那搞清楚 你自己心裡就會知道 你是沒得選了 還是怎麼樣 那當現在 性的條件 這麼低 我們就更不需要去努力爭取 更不需要把自己變得更好 更不需要去上進 更不需要 讓自己不管是自律 讓自己強壯啊 不管是體格上強壯 精神上強壯 就不需要啊 你可能打個電話 或者同班同學 欸晚上要來一下 這樣就好了 包括 包括自衛打手槍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 我們之前就講嘛 什麼樣的人 你以邏輯來講 什麼樣的人會沒事 就一直在打手槍 啊就是沒有女人的人嗎 對不對 當然有些有女人 有女朋友人 有老婆人 偶爾還是會 但那個也是 那個很多時候也是 跟另一般有一點狀況 你當然你偶爾的話 那沒關係 但是很多時間都花在 欸不然每一天都要來打一下 怎麼怎麼的 你覺得他們是 如果身邊有女人的話 他們會自己打手槍嗎 不會啊 但是打手槍是最輕鬆的方式 不需要任何的努力 你想有個WiFi就好了 對不對 所以 每當你有需求 每當你有新的需求 然後你就褲子脫下來 網站打開來 你就可以解決了 那請問這個信 信需求的解決 到底還需要什麼努力嗎 完全不需要嗎 那我們講過 信是我們男生 一個非常大的驅動力 那當這個東西 他對你來說 沒有任何驅動力的時候 你做的所有的事情 很多時候你都是覺得 其實我沒有必要做 其實我是被逼的 我是被社會逼的 我是呃 就有人講嘛對不對 父權 父權社會對女生有影響 對男生也有影響 那我們男生也被壓迫 這父權社會讓我們男生覺得說 我們應該要成有成就 應該要怎麼樣才有價值 事實上就是沒有錯啊 現在這個社會框架就是這個樣子啊 現在這個社會的體系就是這樣子 你要不然就是接受現狀 然後做你能做的 但是大部分人選擇去抱怨現狀 然後什麼都不做 對不對 然後男生 我們男生 年輕的男生 越來越廢 越來越爛 對不對 那你看 講一個說 大家來靜靠一段時間 然後暫時不要接觸女人 反彈聲音也是超大的 當然 有很多的有很多觀眾 跟我講說他努力了多久多久 然後他比方說他階段了多少時間 他覺得很棒感覺很好謝謝什麼的 有這樣子的人我覺得很棒 我身邊也有很多朋友他們開始做這件事情 然後 前幾天 超好笑的我一個朋友他過來跟我說 欸 JD 我在跑你的課表 我說什麼課表 介拷課表 喔介拷課表 OKOK 然後 第幾天了 他說 呃 今天開始 昨天破功這樣子 我知道很難 但是 不難的話 你為什麼還要去做他對不對 簡單事情誰都會做 簡單事情誰都會做啊對不對 蹲下站起來我家狗狗都會啊 對不對 讓你做簡單事情幹嘛 所以 我真的是覺得 男女神月跑 甚至你說body count 至少對我來說欸 是兩件完全不一樣的事情 就像我說 今天如果 我個人 如果這個女神會越跑 他絕對 不會是我要選的女神 絕對 100% 我可能會想上他 但是我絕對不會 把他當做我的未來的另一半 就是這麼簡單 你可以去變變就啊 可是那是過去的事情 怎麼怎麼樣 怎麼怎麼樣 對那是你的感覺 可是 這就這就像 很多事情 他表面上是這一件事情 但背後 你會造成這樣狀況 其實有很多很多原因 當然我知道 有的男生會接受 有的男生OK 覺得沒有關係都過去了 那很好 那是你的決定 我只講我個人而已 像我有朋友 還有我們在辯論這件事情就是 你會在乎這個女生過去 跟其他人上過床嗎 他直接很堅決講說 不會 我說10個呢 不會 20個不會都不會 他也沒有交過女朋友 靠北 可能在講什麼屁話 你知道嗎 那當然 以我們男生的角度來講 因為我們前面講 性是個很大的驅動力 我們本人在想要去追尋性 對不對 當然這是本人 我們如何去控制自己 這一點很重要 我們之前有講說 其實為什麼要戒手槍 為什麼要戒A片 除了身心健康跟 性功能障礙的問題以外 還有很大一部分 是我們要學會 控制自己的慾望 這很重要 就是如果你一直被性驅使 你真的很多事情做不了 然後 上次我在講那個介紹的東西 我不是講得到成績思汗嗎 然後就能更正我的歷史字 太久了 我記得 我有講說什麼成績思汗 很跨歐雅飛 然後他提醒我說 喔沒有當成績思汗只有歐雅 我說喔對喔 歐雅飛是亞歷山大 感謝指教 可是說真的你看 女生開 女生開始 越來越多人在約炮花 受惠者是誰 當然是男生啊 一定是男生啊 對不對 而且有很多的部分是 OK 女生 有些女生開始約炮 有很大的一部分原因 是因為家庭 他在家中缺少關愛 不管是遺恋性人格障礙 來迴避性人格障礙等等等等等等 他無法去感受到自己是值得被愛的 那他們有辦法從性愛裡面感受到自己是被愛的那種感覺 所以很多時候他們這樣子狀況的人就會一直去追求跟別人做愛跟別人做愛在這個做愛過程中找到自己被愛的感覺被值得有價值的感覺 很大一部分也是家庭的關係 但是因為他們自己不知道他們就覺得每次做愛都很爽 因為當然爽啊 對不對 第一是生理上爽 第二是心理上你感覺到被愛那個爽 可是我們大部分的腦袋就是只有到這邊而已啊 對不對 就是嚴格來說我們現在跟我們祖先沒什麼差別 腦袋甚至更差你知道嗎 你知道我們腦袋現在已經 我記得我們現在 現在的人類 腦袋跟以前比已經萎縮了百分之 減少百分之十五還是十六了我記得 然後身高也是整體的身高也萎縮了我們現在的人 對不對 都在 都在越來越走向 這樣弱化的狀態 我們在退化 我們在退化 那個用盡廢退說嘛對不對 大腦越來越不用啊 都用本人在思考 用本人在行動啊 然後身體也越來越不動啊 以前你需要去 以前沒有那麼方便 沒有那麼多交通工具啊 甚至你要打獵要補獵 然後你要走很久 以前的活動量 身體的素質也要很好 不然你活不下去 現在更大家越來越弱了 對不對 現在大家就是 什麼就是外表啊 然後一表人才 然後 然後五臟六腑身體裡面 不管是身心都已經爛到一個極致了 你知道嗎 大腦都萎縮十五趴了 難怪現在 大家的智商都變這樣了 對不對 就我們太容易被 感覺所操控了 我們做很多 因為現在人 怎麼講 我們大家都知道大部分時候 男生的思維比較是邏輯性的 女生的思維比較是 感性的 對不對 這就是事實 狀況就是這樣子 但是現在越來越多男生是感性的 就是全部用感覺在做的事情 完全沒有理性這一點 尤其是當一些感覺出來 他感覺到 自己的地位不保了 感覺到 自卑了 感覺到心虛了 感覺到難過了什麼 就馬上就爆發出來 你知道很多時候 男生們 我講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不管你現在是幾歲 當你在跟別人爭論的時候 當你 遇到了什麼事情 你聲音大起來 你就輸了 你就把自己暴露得很明顯 就是說你就是 你內心就是一個 很害怕很自卑的人 然後你是一個 無法掌控現狀 你完全不知道現在在幹什麼 你對自己是完全失控的一個人 你才需要提高音量 你知道嗎 提高音量是自己感受到被威脅的時候 那請問 一個強壯的人會感受到被威脅嗎 沒有啊 只有垃圾會感覺到被威脅 就是因為你太弱了 你自己也知道自己就是一個爛 爛東西 自己就是弱 你才需要才會被 才會感受到被威脅 你才需要提高自己的音量嗎 對不對 外表越兇狠的 就是啊 看了一條一般那種 就是 內心 那就是一個比一個 腦一個比一個弱 就會咬的狗是不會叫 這句話是真的 運用在每個人身上都一樣 對不對 唉 那大家覺得呢就是 那大家覺得呢就是 對 那我講我的觀點嗎 我講我的理論 你們要反駁也可以 你覺得 你要嗎 啊跟性別歧視 雙標 父權大男人都可以 那是你們的觀點嗎 對不對 每個人觀點都不一樣 如果你能解釋的 讓我說服 說服我 OK 我很期待 快點來說服我 但是我相信 應該沒有多少人可以說服我這件事情 對啊 我抱著 我開闊我的心胸 接受你們的 或者是有些人的講法 可是大部分狀況下都講得 很沒有邏輯 你知道嗎很沒有邏輯 就純粹只是說 你是錯的 為什麼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你是錯的 其實還是有很多很多很多 你知道 半數以上的女生都還是很乖的 就是還是很很保護自己的 還是很把自己的身體當一回事情的 然後真的 怎麼樣真的會罵得很兇的 都是那種有在玩 啊幹怎麼樣不能這樣講我 怎麼怎麼講都開始罵 只是仔細想想難道我說的 不是事實嗎 現狀就真的是這樣子 自從有了約炮這個文化開始之後 我們兩性的關係就是越來越薄弱 呃交往的時間 就是在一起的速度是越來越快 然後分手速度越來越快 結婚的速度也越來越快 離婚速度也越來越快 自從有了 不管是約炮這個文化 還是交友軟體這個文化 你知道幾年前我國中 欸我國中時候 高中時候就有交友軟體了嗎 好像有 那時候好像就有了 你知道那個時候是 大家不敢讓 我們不敢讓大家知道說 欸有在用交友軟體 大家是覺得 幹這是一個很很丟臉的行為 因為你就是現實中遇不到人 你就是現實中現實中交不到朋友 現實中交不到男女朋友 你才要去用交友軟體嗎對不對 你的社交能力 你的Social skill 就是爛到一個不行 你才需要用社群 那個社交媒體嗎對不對 如果你現實中 如果你現實中 你跟人家的Social skill 是很好的 你很會跟人家聊天 很會交朋友 甚至交男女朋友 你還需要用交友軟體去認識人嗎 對不對 不需要嘛 可是現在好像你不用交友軟體 反正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就大家都在用 是不是 所以你看現在 而且交友軟體上的男女生比例是這樣 交友軟體上 男生的女生的比例是1比3 所以 基本上 男生配得到女生的幾率是很低的 就可能 100個女生 然後有300個男生可以選 然後再來女生選男生的標準本身 就比較高一點點 他要看很多點 你的人格 你的外表 你的內在 等等 他都會看 所以 女生選男生區間又更小了 就男生可能 本來就這些了 他選男生區間 我記得 其實選個2-30% 前面20%左右而已 然後再來 男生 選女生的區間就是 欸你幹你有動喔 OK 就這樣子啊 就是交友軟體 好啦也反映一個 社會現狀也是這樣子 只是交友軟體上的 男女比例是很適合的 然後在現實社會的女生比例 比男生多一點點嘛 對所以交友軟體大部分是給男生 當然不是 其實交友軟體不是全部都用來約跑的 其實很多是真的是想認識人 認識人 認識人 但是說真的 你為什麼需要用交友軟體去認識朋友呢 現在大家都不會出去跟路人講話了嗎 或者你去Seven去 去什麼咖啡廳跟店員講話了嗎 大家都不會做這種事情了嗎 現在才路要現在才七還不到七點半欸 然後等一下九點多準備一下 我等一下就要高鐵去台北 然後我要到晚上十二點才會回來 啊然後四點半又要起來 幹想到就有點好累 所以當然 不管是男生女生 身體是你們自己的決定 你們要怎麼做是你們的事情 但是結果 或者是後續發生什麼狀況 或者未來有怎麼樣 那就是你們自己的責任了 對不對 我現在講的事情就是會發生的 那我沒有說你不准這樣做 我沒有說女生不准雲炮 我沒有說啊男生不准尬槍 你們要做什麼都可以 只是我把狀況告訴你們 就真的是這個樣子 所以現在的 不管是因為教軟體的關係 還是因為約炮這個文化的關係 現在男女生交往 或者是兩性的一些關係認識 變得很很奇怪 很奇怪 甚至大多數情況下是 我會越來越往這個區 這一點發展就是大部分情況下 男生越來越找不到女生 越來越找不到另一半 然後女生的標準越來越高 因為爛的東西太多了 知道嗎 因為性的取得 因為約炮因為自衛 性的取得條件太低了 所以男生普遍就是越來越沒有用 越來越爛 那當然女生的標準不可能往下降 女生一樣是找高標準的 所以女生那個標準可能從原本的 前百分之三十二十五二十 以後可能十五十就 就這邊 剩下全部在這裡 剩下男生全部在這邊 這也是沒有人要的男生 所以男生就越來越沒有 機會 越來越爛 然後你沒有女人的時候 你沒有另一半的時候 你不敢出去social的時候 你就繼續在家尻腔 繼續在家打電動 你就越來越爛 就是爛到一個沒有極限 你知道嗎 這個狀況如果繼續像現在社會的 風氣下去 它只會越來越嚴重 它會拉得越來越開 就以前還是可能平均一點 就是上面這一趴能力 比方說十分九分八分七分六分 一直到一分這樣子 現在可能前面的七八九分 直接掉下來三四 三四三二一這樣子 會越來越爛 真的會越來越爛 因為這個是我們生物本能的問題 我們沒有這個 我們就像我們食物 我們的食物越來越可以輕易獲得的時候 我們就不會浪費體力出去打獵 什麼怎麼樣 然後當性就是垂手可得的時候 我們就更不會想要努力了 更不會需要說我要提升自己 才獲取性能 什麼什麼 所以到後面就是男生越來越爛 女生的選擇越來越少 然後最上面的那百分之十百分之十 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的男生選擇 越來越多 那相對什麼狀況就是女生 真的選到 哦這個男這個標準男生我要 可是這個男生的選擇是幾乎所有的女生 這樣這樣理解嗎 然後就會遇到說啊看我遇到家人 我遇到壞男人啊可是 說真的當就像一個皇上他後宮有三千個妃子 他為什麼要只跟一個人發生關係呢 我並不是說這個是對的只是說 你以本能以人性來講說 他為什麼要只選你一個人對不對 比你條件好的人多的去我可以選這麼多人 你只是可能其中一個而已對不對 所以如果再這樣子發展下去會越來越重 就是會越來越這樣越來越這樣 台灣已經 因為台灣算是很趨近美國的一個文化 不管是言論導向啊 還是社會風氣兩性的關係 雖然說沒有沒有那麼接近 但是跟著你知道嗎 所以如果像台灣這樣狀況繼續下去 真的會越來越嚴重 越來越嚴重 男生越來越爛 女生選擇越來越少 然後真的選到之後發現 啊人家更渣男啊愛玩啊怎麼怎麼樣 可是人家又覺得說 看我明明就有這麼多選擇 我為什麼要只跟你在一起 對不對 誰都沒有錯 這就是一個各種各種事件累積起來的 現在社會就是這樣子 所以男生們 不要把性放在你的第一位 我知道那本人本人是這樣子 但是我們要克服我們的本人 其中一個很好的方式就是 暫時的階段 暫時的境遇 這個很重要 你可以偶爾來一下 但是不要每天都想這些事情 然後女生保護好自己 女生你們的大腿是性的大門 你們決定你要開還是關 你只要關了沒有人進得來 進來那個那個就是違法 你知道嗎 那如果你隨便輕易的打開 誰都可以進來之後 那相對的 像我剛講那個循環 男生越來越輕易的獲得性 然後這些男生就越來越不會去努力 越來越爛 越來越爛 然後到後面 好的男生就越來越少 可能只剩那前面百分之十五百分之十 然後女生選擇也越來越少 然後當你選到了 喔我真的選了一個 可能前百分之十的男生 人家的選擇多的去 人家選擇是幾乎所有的女生 那到時候你又被拋棄 被劈腿 被怎麼怎麼樣 我不是說一定會這樣子 但是這樣子繼續滾下去 就很容易啊 對不對 所以 我們不能控制別人怎麼怎麼樣 那男生們把自己變好 各方面變好 心智變強壯一點 體格變強壯一點 那女生們好好保護好自己 因為我們就是不一樣的生物 我們就是不一樣的東西 靠北不要再講兩性平等了 我們可以平權 但是權是你在這個社會 生存需求的這個權 你懂我意思嗎 我們沒有辦法做到平等 這是不一樣的東西 OK 啊 好啦 我們今天就聊到這邊 你知道這種東西 這種東西 沒有人跟我對話其實很 因為我就把我自己想法講出來而已 我把自己想法講出來 沒有人反駁我 或者沒有人來怎麼樣 我突然覺得他也沒有那個張力了 你知道嗎 沒有一個聲音冒出來說 幹你這大男人 幹你怎麼怎麼樣 然後我就可以繼續回去回去 像我家只有 Rio你要跟我聊天嗎 他也不會理我啊對不對 好的 拜拜 對啊 感谢观看